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快发行数字美元 以对抗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举措 他们表示 他国的数字货币总有一天会威胁到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加州民主党众议员麦辛·华特斯和阿肯瑟斯州众议员法兰奇·希尔的推动下 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可能在下个月就相关立法进行投票 华特斯称 央行数字货币方面的竞争如同新的数字资产太空竞赛 尽管如此 华尔街日报称 拜登政府和美联储似乎没有如此的紧迫感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暗示 不急于一时 他说 就数字美元而言 把事情做好比率先进入市场更重要 其中原因是美元在世界上仍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然而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则持不同意见 他说 在稳定币等非公开发行的数字资产激增之际 数字美元将可以提供中立可信的结算层 从而增加系统稳定性 白宫对此持中立态度 拜登总统下令进行研究 以判定对经济增长和稳定方面起到的作用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称 目前有105个国家和地区正在探索数字货币 其中约50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进入到开发 试点 发行的阶段 在G20主要经济体当中 已经有16个正在研发或试点数字货币 欧洲央行正探索数字欧元的设计 并计划进行试点 咨询公司麦肯锡去年一份报告称 央行数字货币的宏观益处在于四个方面 降低提供现金的成本 提升金融活动的包容性 降低私营部门数字货币的风险 强化货币政策的传导 负责提案的众议员希尔表示 中国在2020年就开始进行数字人民币的测试 他说 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行为 可能促使数字人民币在国际间广为使用 这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构成威胁 的确 在这个方面 中国是最早起跑的国家之一 在2014年 中国央行就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 开始对发行框架 关键技术 发行流通环境 以及相关国际经验等进行专项研究 在2016年成立数字货币研究院 2017年末 人民银行开始组织商业机构统筹 发展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试验 2020年1月 中国央行表示 基本完成了数字人民币的顶层设计 标准制定和功能研发 油管频道郑金森老师主讲人表示 表面上发行央行数字货币 有便利 节省发行纸币成本等优点 但对于中国而言 发行数字人民币的核心目的在于监管 额度稍微大一点的现金现在是取不了 转账转不了 银行电汇又会受到限制 移动支付也是全部的被监控管理 这样就等于是把所有国内的现金 都变成了被央行管理的数字货币 最后的目的就是要保证钱都待在国内 不要流出去 中国政府确实是希望通过数字货币 完全掌控内地的金融活动 另外数字货币是配合健康码 数字钱包 面部识别 GPS跟踪等等的 一系列的监控技术和手段一起使用的 这样逐步达到个人资产完全的透明化 目前数字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小规模试点发行 在深圳 苏州 雄安 成都 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场景 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 2020年11月开始新增上海 海南 长沙 西安 青岛 大连 作为试点地区 至此形成了10加1试点格局 涉及场景包括公用事业 餐饮服务 交通出行 零售商超 证券和政府服务等 8月1日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 提到将有序扩大数字人民币试点 光大证券认为 随着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提速 以及全面落地10点的临近 各项基础设施升级工作将逐步加快 相关产业链企业将迎来快速发展的契机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 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达到39.2万亿 较一年前增长3.3万亿元 占GDP比重为38.6% 估计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48.9万亿 再创新高 在节目下半段 美国华盛顿地区临极限基金管理人 闫英哲和我 就美国试图加快推动数字美元 以抗衡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进行讨论 各个央行现在都在积极推动这个数字货币 我们先从这个货币的发展来聊起 我们知道在远古时代先是以物易物 之后是用贝壳作为货币的代表 之后又发展成法币 现在从有信用卡开始已经有这种虚拟这种记账的形式 那现在发展成比特币 从比特币的这个基础上 现在又开始往这个法定的数字货币发展 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 刚刚您提到贝壳 这个发展就是这样子 我们最后最后 现在就是中央政府要来做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央行的数字货币 那之前呢 就是所谓的加密货币 这两个还是有一点关联 但是概念上是不太一样的 事实上我们现在央行想发行的这个数字货币 是被加密货币 就像比特币以太币这些来的 因为央行数字货币 这是政府的有监管的 这个加密货币是私领域发展出来的 也就是说政府现在想发展的数字货币 就是从私领域的加密货币 那边被逼出来的 那加密货币到底是什么呢 刚刚提到的这个贝壳 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贝壳稀有 在中国都是内陆的地方 沿海地方少 这个贝壳拿到内陆去 就变成比较稀有的东西 那加密货币也是这个概念 比如说比特币它一直发展 2000万左右就到顶了 也就是有房金的意思 那这个跟我们现在手边拿到的现金 又不一样 它就是制造一种像黄金的东西 它有它的价值 所以整个演变是这样过来的 您听到这个重点 我们知道黄金的这个储存量 也有一定的限制 就是说如果货币跟黄金挂钩的话 也就只能发展到一个极限 那像比特币你刚刚提到说 它的总量就是到那个地步 但是自货币黄金跟美元脱钩以后 就是就现代货币理论就是说 货币的发展是应该配合经济的发展而发行 所以我们才有看到最近一些年来 一些央行就大量的发行这个货币 那么数字货币是不是也会带来通胀呢 对 数字货币跟我们手边的货币是一样的 那美国的话在1972年就离开金本位 变成这个菲亚特货币 也就是它货币的发行 不一定要有黄金的存量来背书 在这个情况之下 央行发行的货币 也就是说印钞就可以无止境 当然了你看你的国力 美金再怎么印的话还是有人要 那其他的国家就没有这个能耐 所以在这一方面当然发行多了以后 通货膨胀我们历史上也是看得很清楚 通货膨胀开始严重起来 是在700年代 除了美国退出金本位以外 又加上东东战争造成的石油危机 整个把这个物价给推上来通货膨胀 我们现在目前碰到的 大家熟知的所谓通膨的一个大问题 也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数字货币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 就是说央行在没有数字货币之前 要印钞把货币的这个数字加大 如果有数字货币的话 它更方便更快 所以如果从通膨这个点来看 数字货币对通膨的压力 会造成加成的一种效果 比如说美国印钞局在14阶 它24小时才印的 那如果这些东西变成数字的话呢 那就不要24小时在那边印 点多少就算多少 所以我们大家从这个层面可以来看 它对通膨的压力当然会比较大 之前您提到说是因为现在推出 这个法定的数字货币 是因为受到这个比特币的压力 那么比特币我们看它最近 过去半年的时间 整个像过山车一样 现在跌到两万多块 就币值非常不稳定 那么您觉得这个法定货币 它是不是会能够起到稳定的作用 那么比特币是不是就 之后就没有市场了 有这个风险 但是毕竟我们可以把比特币 这种东西 因为它就是限量的 那跟黄金的稀少有同样一个味道 黄金跟美元一直以来 都是在相互竞争的 我们在期货市场可以看得到 美元指数涨 黄金就跌 基本上走势是相反的 那比特币这种东西 也是跟黄金一样 但是还没办法达到货币的地位 为什么 它的稀有性在 它也是定量发行 它人类把它给造出一种价值 它肯定有的 但是不能当作货币 不能拿来交易 原因最大一点就是它的不稳定 应该最高是在六万多 现在两万多 那这一个东西呢 这么不稳定 怎么可能当作货币 比如说好几年前就有德州 几家汽车经销商说 我们收比特币 比如说半年前六万块的比特币 我卖你一部六万的车 你就拿一个比特币给他 这个经销商拿着这个比特币 半年以后变成两万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由政府来出面 变成事实上概念不一样 但是变成类似的东西 都是叫做都是有加密的 都是有区块链的这个概念 所以中央政府出来做的数字货币 我们把它叫做稳定币 解决这一个大缺点 但是前阵子 我看了新闻都什么稳定币崩盘 跟什么Lunar币有关 这个跟法定的这个是不是 不是在同一个层面的 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中国最早提出央行的数字货币 应该是我第一次看的 Electronic Payment EP Digital Currency DC 这个东西将近十年前 中国就有这一个讲法 那它最主要就是跟货币一样 如果美国也发展的话 就是说你口袋里面的100块的 变成在手机上的一个 加密的一个Digital 那在这一方面 它的稳定度 当然跟美金线潮是一样的 跟你刚刚提到那些 还是不稳定的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脸书 它当年提出一个Libra Libra就是来解决 比特币 以太币 这个价位不稳定的情况 它这个Libra是跟什么挂钩呢 跟四种货币 就是美元 英镑 欧元 日元 这四个当作一篮子 那根据这四个货币来走向 就比较稳定 所以这个最后就是两个重点 第一个稳定性到底是怎么样 第二个就是说有没有监管 这大概最大的课题 就未来在这里 这里是财经时事厅 您正在收听的 是美国正考虑推出数字美元的相关讨论 请继续收听 这么说来 四人公司它推出的稳定币 其实还是不稳定 还是要有一个国家 中央政府推出的这种法定的货币 才相对的比较稳定吗 稳定的话 货币最重要的是一张纸 事实上美元也是一张纸 日币也是一张纸 人民币也是一张纸 那这个纸要有信任 那是信任的基础在于有国家的支撑 是比私人的保证有利 但是最主要还是在稳定 还要信任 那么现在美国似乎有在加速 也要推出这个数字货币的讨论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 中国因为这个发展比较早 全球里面跑在比较前面的国家 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条件 能够让它起步比人家早呢 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 是走在相当前面 这一点好多人也是有点惊讶 比如说美国现在现金还相当普遍 支票还是大有人在 在用 接下来信用卡 这些东西 在中国可能就已经看不到了 现在中国的交易 基本上这个现金就已经很少看到了 很多中国人不晓得什么叫支票 那信用卡流行一阵子 大概十多年在用的 但是现在大家有 但是跟严谣借钱这个味道比较重 真的拿出来签卡的 已经非常少的 所以中国在这一方面走得非常快 那在这个科技上面走得非常快的话 它进入这个所谓的 digital方面的话 当然比较领先 那另外它当然有很多目的 它对抗美国 对抗美元是一个 最主要的目的 美国为什么在这方面 推行这个央行数字货币比较慢呢 事实上它就不愿意有这个改变 因为美元在世界上 大家都需要 大家也信任它 事实上也就是说 有一个美金霸权的地位在 你既然坐在霸权的地位上呢 你就不希望下面有好多什么 这个区块链 加密货币 央行数字 它在这方面就会比较一味 不太想往这方面进 因为在这方面往前进的话 对美元霸权造成了挑战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跟中国看起来 在表面上 技术层面上 市场应用上差了很多 原因大开就是在这里 但是现在从这个目前的趋势来看 连数字欧元也在考虑要推出试点了 那么开发的国家跟落后的国家很多都已经在进行试点了 那么这个是将来的趋势 您刚提到说美元还是有霸权 如果它变成这个数字货币 美元它还是有 比如说跟石油挂钩 以美元计价 而且美国还有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 在做后盾 为什么美国会担心 就是一旦推出数字美元 就美元的那个地位就会动摇呢 这个肯定是会受到挑战的 因为你在霸权的地位上 如果没有这个数字货币的话 这个就是时代的一个趋势 比如说中国30年前大概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用这个人民币 30 40年前 那现在有了 当然以前任何一个国家大大小小 它的外汇存底 大概百分之九十几都是美元的 那了不起这个经济大强国 日本 那现在欧元 这些慢慢变成法定的储备货币 那现在因为中国经济强盛起来 它的地位也提高了 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 那人民币就出来 很明显的一定会吃掉美国这个霸权地位 而且中国有意在做 事实上它一方面挑战 一方面也是担心 比如说如果美国像这一次对俄国的这个制裁 就是货币或经济的核弹已经丢下去了 就是把俄国赶出这个Suite Suite就是世界上的这个金融结算系统 那这一方面中国也会考虑 所以会慢慢有意地尽量脱离美元的这个控制之下 这是一个趋势 那这两道金融头本来欧美应该不会感觉到说美元对它的威胁多大 但是毕竟是一个趋势 它必须往上走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越落后 货币越不稳的国家越想推动这个 那我就拿这个跟美国来对比 美国当然不愿意走 那那些小国家是比如说这个全球第一个央行的数字货币 第一个出来的不是英国德国法国而是巴拉玛这个国家第一个推出来的 那第一个把比特币当作法定货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可以拿这个钱来缴税 这个在哪里 在萨尔瓦多 所以从这些国家上来 它的好处极多 然后美国如果推动这个的话 它好处可能有限 但是对它的霸钱有影响 美国留意中央银行一直到最近才有意推动这个东西 事实上它是不太愿意做的 为什么最近美国这两个议员 一个叫做Waters 一个叫Hill 准备立法 推联邦政府 美国中央银行 你动作太慢 我来push 用这个法案来push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是不是因为人民币现在用数字货币的话 它跟它的盟国 比如一带一路的国家交易的时候 它很容易就不再用美元作为它的储备了 而转用人民币 这样子就说使得美元在全球的利用上面 就开始往下降 对 像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中国政府跟阿联酋 这两个国家最近跟香港跟泰国 积极的推定数字货币 由政府监管的数字 你看看阿联酋 泰国 这个就是一带一路的线上 没错 中国在推动跟它一带一路 关系相当相当的大的 那么谈到这个美国的情况 您刚提到 现在美国国会要讨论 要不要加速推行这个数字美元 但是我们从这国际的规则制定 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美国加速推行的话 它在这个全球制定 法定数字货币之间的兑换 或者是交易 它就比较有话语权 为什么美国不早一抢这个先机 不然的话 这个游戏规则制定 就会有那些先推出的国家 比较大的发言权 您怎么看呢 这个就是中国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在这方面极力的发展 积极的发展 那美国那边是所谓的 游戏的比较态度 比如说这个主席Paul 最近才比较松口一点 说要发展这个东西 以前的ZET的主席 现在是财政部长的叶伦 最近也表示说要往这方面走 因为这变成必须是对抗 本来中国发展这个 可能有对抗美元的味道 那现在美国看情况不对 所以要推出这个法案 变成也是一种对抗 所以美国必须在这样走 因为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债务市场 如果纳入数字货币 可能削弱美国通过这个贷款项目 实现战略优先的能力 那IMF也表示有兴趣 那这个数字人民币可能加速 中国在IMF等机构中的权力 那在这个时候 美国必须要推动了 没有走 虽然不愿意 虽然维持现状最好 我美元霸权就在这里 这个数字货币出来 只有威胁我的霸权 但是现在下面那些国家 都在推动了 美国不去对抗也不行 您刚刚提到的 它在国际货币金融的话 它不能撕掉这个先机 所以现在推动应该也是时候 但是也是等于科技的潮流 因为毕竟数字货币 它就是有这个速度便宜 安全方便这些好处 我们科技到了这个地步 这个趋势是一定是往前走的 那么这样看来 我们看将来的趋势 现在已经有这个去全球化的 在贸易这方面 已经就有这个分崩离析的一个景象 那么如果走这个各国央行 这个数字货币化的话 您觉得将来的这个全球金融系统 是不是也是呈现一个分裂的局面 对 尤其现在在中美 在科技 军事 政治上面的角力上 也会牵涉到这一个货币 因为货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在世界上讲的经济贸易 那经济贸易脱离不了货币 所以这一方面合作 等于既联合又斗争 比如说很奇怪的现象 所以系统是全世界是公家的 但是你看它总部不是在美国纽约 而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为什么Swift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美国的 因为Swift系统出来以后 美国美元的地位 再加上在金融上 这些大银行 大资本 都是美国控制 所以Swift看起来好像是美国的 那当然中国也造出一个想 跟Swift分庭抗理的一个东西 叫Cips 那这两个单位 在技术上现在在合作 所以是既然美国方面的斗争 你如果看斗争的话 所以跟Gips应该是斗争性的 但是在技术上 他们还是在合作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有冷战的话 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斗争 但是在金融上面 你有贸易 全世界的这个经济 科技 各方面都是连结在一起 真的要分开来 两个壁垒的大斗争 我想可能这个世界做不到的 万一做得到的 那世界也是一个灾难 这么说来就是还是要回归到 一个国家发展 它最核心的一些实力 就是科技跟创新 这才是能够让它的 是的 是的 好 那么严先生今天就非常谢谢您 精辟的分析 那我的提问就提到这里了 谢谢您 好 谢谢 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实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饶一鸣 如果您对本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写信到 听音反馈 A一圈 RFA 点 O RG 或我个人推特 正好是 RFA下横线 RYM 进行联系 那么就在此 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次节目 再会